跳跌是个5.0的难度 前手翻 躯体前空翻 转体180度 它的分值也是5.0 高地杠项目第二轮上半场比的是浙江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慧丹 高地杠也是黄慧丹的强项 他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二位 他当时拿到全场最高的完成分8.9 我们看他在做动作的几个难度动作 都直接连接的 在那扣分音数比较少 前空翻 看他下方 炫下 往前一小跳 他的杠上的动作 连接非常的 编排比较新颖 比较巧妙 黄慧丹的 他的这个风格有点类似于俄罗斯的 这个叫穆斯塔芬呢 黄慧丹的资格赛呢 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仅次于商春松和姚金男排名第三 那么他们三位选手的这个高地杠都很强 但是呢 跟商春松和姚金男相比 黄慧丹刚才的这套动作完成的成功率更好 我们看这个黄慧丹他的身材 他的脚尖非常漂亮 另外刚才我们看到的旋下 已经非常高 已经高于杠上 然后都是并着腿 并着脚 并着膝的 这样的扣分就是比较少 就是我们要求运动员训练要高规格 高质量 就值得要在一分钟少丢分 罗丹方军13.167 湖北对比完了总分103.837 这是他们两个项目的总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福建队的姚金男要比平衡目了 刚才第一项他在高低杠上没有比好 希望平衡目上能够有好的发挥 后团 由于他的脚不太好 这个原来是后团360 他做了一些难度的增减 小翻小翻 自己或公翻 站幕非常稳健 连续的两个跳步 挺身前公翻 接一个羊跳 立转 高举腿的立转3.6 高举腿的立转3.6 四叉截环跳 后续两周下 动了一小步 今天平衡目还是发挥的不错 因为第一场在平衡目在做小小值的时候 出现了失误 所以今天稳定的下来了 所以也为了他后面的比赛 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经验 因为运动员带着商去比赛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我们也要求运动员 有这种拼搏的精神 这也是体育的精神 黄会丹刚才得了15.00分